大家好,我們今天講講中二的 Factorization 因式分解 而今天我們來到恆等式第五和第六的方法 去幫助到你 Factorize 之前說了 A² 減 B² 的 Identity 今天說另外兩個 螢光幕也看到 當你遇到一個 A 二次加 2 AB 加 B 二次 會等於全體的 A 加 B 二次 第六個字只是減的,所以沒什麼特別 你最主要看中間的 Term 正 定 負 很多人又要背,其實我不需要背 另外很多人學完這個行等式 跟上一個 A² 減 B² 很難分辨 其實如果以提形來說 應該很容易的 上一個 slide 的 A² 減 B² 你看到只有兩個項目 就用上次加一減 今次我們的提形一定會出現左手邊 有三個項目 這就用我們今天教這個方法 所以你就可以認出 兩個 Term 還是三個 Term 了 兩個 Term 用上次 三個 Term 用今次 做之前要先學懂一些事情 就是一個 Concept 上高 今次的 Identity 會很容易 但你一定有一點事情做 就是每一次要無必排序以下的形態 就是你才能做 Factorize 否則會做錯 排一排序 怎樣排序呢 排序方式就根據 好像現在這個型格目的 A² 加 B² 加 B² 加 C A B C 是三個數字 例如剛剛這個 9x 二次 -24x 加 B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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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方法很簡單 我都不需要背什麼 Identity 直接問自己的問題 就是問頭尾的兩個項目 當然你先排序 你要問自己它是不是 Perfect Square 之前說過什麼是 Perfect Square 就是某個數字的自乘 你會發現 X 是 X 的 X 自乘 49 是 7 的自乘 如果當你自問這個問題 Yes 的話 就馬上變回 Factorize 的形態 就變成 Hold Thing 二次 接著 這是下一個步驟 下一個步驟就是填充 那你填什麼呢? 就是填 X 二次 它未自乘之前的樣子 即是 X 而 49 未自乘之前就是 7 中間的加好 就跟回 14x 的加就可以了 所以待會我提到中間這個 term 是負 就跟回負 是不是很簡單呢? 心聲少了 再問 81a² 減 72ab 加 16ab 二次 就排序完成了 不問自己 這兩個應該都是 Perfect Square 因為 81 也是 9 二次 16 也是 4 二次 立即變成 Hold Thing 二次 就拔 81a 二次的 9a 是它的前身 16b 二次的前身是 4b 最後就是減減就可以了 很簡單做完了 立即進入 Level 2 Level 2 有些異樣 為甚麼呢? 剛才不是說了有 X 有 Y X 二次和 Y 似是排頭和尾 所以你看到 25y 二次 應該會排尾 所以會跟 70y 二次 Xy 似乎一調位 就這樣 接著又問剛才的問題 是否 Perfect Square 前後 是來的 是來的 所以就拔 7x 和 5y 中間 跟進入減號 完成 接著到另一條 這個 嘩 有樣地 你見到 108 rt 次加 12 r 加 72 rt 立即問自己 頭和尾 是否 Perfect Square 這次很明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方法很簡單 你要用之前的 Common Factor 它一定是 Common Factor 阻止它 令它顯現不到 Perfect Square 如果你要抽 Confector 就要看 12 r 中間 還告訴你 其實三個數 都有 12 r 抽到 剩下 剩下 9 t square 加 1 和 6 t 但是還未排序 因為 6 t 要排中間 所以最好這裡排一排序 變成下一個 step 就是 9 t 二次加 6 t 加 1 那 12 r 中間 完全不用理會 它完成任務 OK 再問頭尾的項目 是否 Perfect Square 很明顯是 OK 全體二次 OK 變為 拔個 3 t 和拔個 1 中間 來個加號 就是這麼簡單 做多一條經常出的 XN 就是 30x 減 9x 二次 減 25 首先頭尾不是 Perfect Square 那 30x 不是 其實 Perfect Square 是 9x 二次 重要這一題 它還未排序 不如先排序 變成 -9x 二次加 30x 加 25 很多人會問 頭尾是否 Perfect Square 不是 雖然數字上高 是 但它連同屬性 就不是 所謂自成 是要連同正負 一起自成 正數的自成 當然是出正數 但負數 整個負數自成 應該推出正數 因為自成時 就會得出負得正 所以這個時候 頭尾和尾不是 Perfect Square 如果連同屬性 那怎樣做呢 我教教大家 當你排序後 每次看到x 二次 前方有負的話 是要抽負一的 OK 就是這裏 抽出來之後 就變回正 撥負 反正 變回正 變回9x 二次 減 30x 加 25 再問自己 是否 Perfect Square 是的 正 9x 二次和 25 就是 3x 和 5 中間當然是跟負 OK 就是這裏 簡單的同學們 記得Subscribe 我們的數學999 計算對變特首